拿起金鏟子大力產土 虎年開工第一天 臺北市就有都更新案 舉行動土儀式 大直齊家以都更為主的建設公司 花費不到六個月 就整合超過七百六十坪基地 未來將打造二十二層住宅大樓 預計二零二五年完工 北市都更案如火如荼 春節期間房市 則呈現北溫南熱 中南部部分案場 看物人潮擠爆 向市代交業者上陽國際 表示高雄 臺南 臺中 來客數比去年多兩成 賈山林過年期間 的成交金額約十四億元 至於海月和賈桂林則表示 北部人潮也較平穩 不過專家提醒 部分房市熱區 短線漲幅過猛 民眾貿然進場 有追高的可能 今年還有升息 負擔加重的風險 建議買房 還是以自住為主 三訊 蘇英寬 李萌珊 台北報導